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我不定期更新的爱用品分享 那为什么说是不定期更新呢 就是我看很多博主都会发 每月爱用品或者是每月空瓶季 但是我觉得呢 对于我来说就有点扯淡了 因为我一旦用喜欢的一样东西 就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可能每个月都去尝试 新的产品 所以也就不会存在每个月的爱用品了 如果是每个月都拍爱用品的话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雷同的 所以呢我就是觉得我会去做那种 不定期更新的爱用品 以及不定期更新的空瓶季的分享 好OK那么我们就赶快看看 我最近的爱用品都有哪一些吧 其实有一些东西呢 真的是和以前的后的影片 或者是什么什么分享的影片 介绍的东西都是雷同的 但是不要紧就是来看一下 我就是都喜欢那些哪些产品吧 那首先就从保养品的部分开始 那我最近呢就是在用Kiosk的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金掌花水 一个是它的牛油果眼霜 那这个是在我的那个 运气护肤的分享里面 我也有介绍过这两个东西 我会把影片贴在上面 那这两个东西我真的是非常的爱用 那这个金掌花水呢 我用了其实有半个多月了吧 但是只用掉这一点 是因为呢我买了它之后呢 立刻就去买了那个二分之一省水的化妆棉 这样呢我就是每次就倒一小点点 在那个化妆棉上就够了 所以呢还是很省量的吧 那这个金掌花水呢 我非常喜欢它 因为它味道呢 就是让我想起就是小时候在老家老师吃的那种凉粉的味道 然后还蛮喜欢 当时买这个的时候呢 柜姐有给我他们家那个就是黄瓜水的小样 那黄瓜水呢 我试了小样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上脸之后觉得特别刺痛 所以呢我就没有想说要去买那个黄瓜水 但是这个金掌花水呢 我每天使用下来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这个最近这半个多月都一直在爱用 自从我买了它之后一直在爱用它吧 对 然后这个牛油果眼霜也是 自从买了它之后就一直天天都有在用 其实说不上来有多么显著的功效 但是我就是在之前的影片里也讲过 我对我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主要就是保湿一下那种感觉吧 那我就觉得这个牛油果眼霜就非常的够用了 对 好接下来呢也是护肤品 也是在我那个运气护肤分享里面有介绍过的 我最近爱用的这个油 就是这个Seluz的这个油 那有三瓶呢是面部的保养油 就这三瓶是面部保养油 这一罐呢是那个身体油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之前的那个影片里有介绍过 就是我拿来抹肚子用的 因为肚子大起来了嘛 它是那个石榴的 主要就是起个保湿的作用吧 对那接下来这三罐呢 就是我每天都要早晚都在擦的那种面部的油 首先呢这一罐呢是薰衣草的 这是我最早买的一罐 然后已经用掉了挺多的了吧 大家能不能看见 我用了有这么多了 其实是用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因为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吸管插进去之后呢 就会把它给顶起来一些 实际上已经用到这里了 我每次用量就是在手上挤五滴 然后这两瓶呢 这个是合合巴油 然后这个是玫瑰果油 这两个呢我是各挤三滴 然后是在晚上使用 那这个呢我是挤五滴 在早上使用 那这个薰衣草的油呢 就是非常万能 各种复制的人都可以适合使用 其实也就是起个保湿的功能吧 然后油很清爽 不会太粘腻 然后也不会不好吸收 就是很好吸收 而且味道是非常纯正的薰衣草味 然后用起来也蛮疗愈的 那这两个呢我是搭配来使用的 是因为最近我怀孕初期 现在皮肤稳定了很多 但是我怀孕初期的时候 皮肤那时候特别不稳定 就是尤其集中在下巴这一块 长了很多痘痘 然后以及那个 就是脂肪力一样的东西吧 然后包括痘印什么也很严重 那这个玫瑰果油加上喝喝巴油呢 它们两个就是会就是淡斑 然后去痘印的功效蛮好 而且保湿什么的也不错 所以我就这两个油 我是搭配来使用的 那味道都不是很好闻 但是它都是纯天然的 是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很放心的在用吧 那这个是我最近爱用的油 就是天天我都会去用 真的蛮好蛮好的 好接下来这个呢 可以算是保养品 也可以算是彩妆品吧 就是这个Emblyolis的这个 呃面霜吧 那这就是它们家最出名的一款了 嗯我也是看见 所有的人都在用 于是乎我也去买了一支 那呃我不仅仅是拿它来做妆前打底 然后早晚的护肤我也会用这个 那这个呢我觉得还蛮 就是味道 嗯味道我觉得蛮好闻的 怎么说呢 这个味道呢有些许的那种白兰花的味道 但是好像又不太像吧 反正我觉得蛮好闻的 然后呃它这个就是乳霜的质地 也不会太厚重太黏腻吧 就是还是蛮好吸收的 所以我最近就是早晚护肤都会拿它来当那个 代替乳液来使用 对 那呃作为妆前乳的话呢 我是并没有感觉到有多显著的成效 是因为嗯毕竟现在是冬天嘛 天还没有热起来 而且我又变成了混干皮了 所以不怎么太容易出油吧 但是使用完它之后就感觉整个脸非常保湿 是有的对 好那呃那护肤就讲完了 接下来就全部都是彩妆了 首先先从底妆开始说起 那呃其实是有一些重复了的吧 在我那个美日卡利后的影片里面呢 我也有介绍过最近很爱用这个呃喵巴黎的果然 就是喵巴黎的这个粉底液吧 我就不讲名字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那我的色号是52号 那这个自从收到之后我天天都有在用 而且我每次都是挤一蹦半 但是看不出来用到哪里 可是我感觉我已经用了挺多 最起码用掉这么多了有 因为我天天都在用 用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嗯味道很喜欢 而且呢就是我在上一个影片里也说 我觉得它和我喜欢的那个姜元道的粉底液蛮像的 就是后来就有朋友留言问我 它和姜元道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跟你们说说实话 我这个人对粉底液没有什么太大的心得 我用哪一款呢都感觉差不多吧 然后这个我觉得和姜元道像的地方 首先它们质地都是那种比较水很滋润的质地 然后呢上脸的效果呢就是那种中偏低的遮瑕度 遮瑕度不是很好 基本上我脸上所有的瑕疵呢它都遮不掉 就是简单的起到一个均匀肤色的效果 那对于像我这种瑕疵皮来说 我为什么还是喜欢用这一罐呢 是因为首先质地很舒服不厚重 而且上到脸上呢没有呼得慌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它非常的保湿 而且味道很好闻 那所以我最近就是混干之后呢就爱用这样类型的粉底液 那用这个粉底液呢自然就是要搭配一些制下膏来使用 否则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薄透的妆感吧 对但是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 接下来呢就是也是还是重复了吧 就是这个Rimmel的Stain Matte Powder 然后我是透明的那个色号的 这个我最近也有一直在用 那我这个人呢就是脸特别的大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种非常duly的妆感 就是满脸泛油光很水润的那种妆感 我并不是很喜欢 嗯还好闻一下它这个妈妈化妆品的味道 我就喜欢那种整个妆感都是非常雾面的 那自从搜到这个之后呢我也天经都有在使用 嗯它确实是非常的能让你的妆变得非常雾面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是不怎么太出油的 可能也是和复制改了 复制不一样有关 也可能和天气不热有关 总之我用这个定完妆之后呢就不怎么太容易出油 所以使用感还是不错的吧 对 好接下来呢还是重复的是这个Sleek的高光盘 那我最近特别特别爱这一盘吧 那今天呢上一次的影片里我是说我用的是这个乳白色 那今天我用的是这个紫色的这个 就是打了这个地方高光 到现在已经上妆有七个多钟头了吧 那搭配这个高光盘呢 我最近特别爱用这只H-House的这个很大号的晕染刷 很松散 我喜欢拿它来就是蘸取这个粉 然后上高光 现在补一点给大家看吧 好我就补在这个地方好了 能不能看见 是不是非常傻 我最近特别特别爱这一盘高光 就是无论除了这个就是高状质地的 我没有用过之外 这三个颜色我都是每天轮流在用 非常非常喜欢 有没有看见这个闪度 是不是非常傻 超级喜欢这一盘吧 对 接下来还是一个重复的产品 就是这个蒲公英的腮红 Benefit这个 哦这个腮红我超级喜欢 拿到手也不过就虽然有点作弊吧 我拿到它连一个礼拜都没有超过 但是我天天天天天天天都在用 然后就是刷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粉嫩 然后它颜色就不会很深嘛 所以就不怕下很重的手 而且我感觉它很百搭各种妆容 所以自从拿到之后 非常喜欢天天都有在爱用它 对 接下来呢 是两个 呃 画眉毛以及修容的吧 首先是这个 Bia的这个 那这个也是 就是又是重复介绍了 我是看Cara Wu推荐的 然后拿它来画鼻头的鼻影 以及呢 我就是最近没有找到很中意的修容 我就直接拿这个来打的修容 那我今天也是拿它画的修容吧 对 那这个眉粉呢 是那个Cezanne的眉粉 那我的色号呢 是Brown 它有好几个色号 我就是Brown的一个色号 棕色的色号 那我最近很喜欢拿它来画眉毛 这个呢 我就是拿它来画鼻影 它的颜色呢 是那种非常灰灰的颜色 很冷色调的颜色 就是不是那种暖调的 然后这个棕色呢 也是那种很冷调很冷调的那种 灰棕色吧 我是拿这个来画眉毛 然后拿这个画鼻影 最近很喜欢 那这个我就是买了 才不到一个月 就已经用凹了吧 大家能看出来吗 超级喜欢 那我最近看见 日本有一个YouTuber 就是喜欢拿那种 非常红棕色的颜色来画鼻影 我觉得那个颜色好奇怪 自从它开始使用那种颜色 画鼻影之后 我就看见很评论 就是留言栏里一片吐槽 说它的鼻影画得好奇怪 确实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别扭 我觉得画鼻影 还是要拿这种冷色调 就是Couture的颜色来画 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合适吧 那这个画鼻影 是有一点点深的 所以稍微少量占取一点点 画鼻影就好 那其实我今天的鼻影 倒不是用这个颜色画的 我是用那个Kate眉粉盒里的 那个最浅色来画的 但是这个眉粉盒 我很喜欢用 对 好 接下来是这个 Benefit的这个 就是毛孔静音 这个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天天都有在用 已经用掉了这么多了吧 就剩下下面这 下面这一节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日本都没有得卖的 然后要是用完之后呢 也只能在网上买了 对 那这个我非常喜欢 反正我就是觉得能让毛孔比较柔胶吧 而且也不会和我的各种底妆啦 或者是妆身产品打架 所以我很喜欢它 天天天天天天天我都会用它 对 再介绍一个我的新欢吧 就是这个Mac的Penpot 然后我的色号是Soft Ocker 就是他们家最基本的那个 肤色的那个眼影打底膏 那我就是最近新买了这个之后呢 天天天天天上妆都有在用 其实我买了也不到一个 也不过就一个礼拜左右 但是天天都有在用 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我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哈 说要说一句心理话 就是我夏天应该不会用它 就是这种除了夏天之外 眼皮不容易出油 不容易寄线的季节 我觉得用这个非常好 它有很强的就是修饰眼皮那种 肤色不均啦 以及我眼皮上有很多那个 雀斑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拿它遮得很干净 然后让眼皮显得非常漂亮 非常干净 那要是夏天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用一些控油的眼部打底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 我非常喜欢这个 它会让眼影变得非常的显色 对 好最后呢 是两个唇膏呢 是两个H House他们家的唇膏吧 是这两个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 对 那这个颜色浅一点 这个颜色深一点 他们都叫什么 呃 就反正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吧 那这个长的这个呢 是一个 它的色号是 B1101 我在手臂上试色给大家看 它是那种水润质感的那种口红 非常非常百搭日常的颜色 我通常 呃 早上化完妆之后呢 送孩子去保园的时候 我就会 呃 拿出这一支来擦 然后这一支呢 是B1109 都是背具色系的 然后这一支呢 是要短一点 而且它这里面的头呢 是这种尖头的 然后它这个是Matte的 就是是雾面的口红 然后颜色是这样的 对 那这两支是我最近就是 经常在用的两支 呃 H House的口红吧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两支口红 尤其是这个B101 呃 我就是拿到之后就经常在用 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不定期的爱用品分享 那这个单元呢 真的是不定期更新 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吧 对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又回归了久违的这个地方 那我今天有简单的 把这块收拾一下